那很多的触摸说的话 罗汉松怎么样 就这一棵 就是我们之前有个花友他寄过来 寄过来之后呢 他那棵已经嘎了 就是来的时候就没救了 然后呢我自己从网上买了一棵 我们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 不知道花友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罗汉松啊 这是之前的时候有花友寄过来一个罗汉松 他寄过来是死的 已经嘎了 然后我从网上买了一个 因为讲罗汉松的花友比较多嘛 然后呢 是这个样子了 今天呢我想简单的去给他进行一下修剪 其实修剪这个呢 没有说是很严格意义上来说 必须要怎么剪 就是你看你的心情来 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 但是呢你要明白修剪的一个目的性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他呢 长得更加的冲冲淤淤淤 你看这个 这一根枝条 它长得特别长了 你发现了吗 能看到吗 这边这一根 那这一根比较长呢 我就要把它剪掉了 有的话说你为什么剪掉它 你看 我发现新长出来的叶子呢 有一点点的发黄 而且状态不是很好 这边有很多新长的叶子也不好了 所以说呢 需要咱们人为的给它进行一下 怎么呢 新陈代谢 我要做的就是给它剪 剪一剪 那我修剪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当然了可能在有的大师看来 我是在搬门弄斧 但是对于我这种养花来说呢 我觉得我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它是这样 我喜欢它这样 那就是这样 就像人一样留发型 前些年的时候染发是备受争议的 你这几年它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说养花呢 你不要循规蹈矩的 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出发点和目的 对吧 你看我以前认识一个北京的 北京的一个养花的花友 它就是很不拘一格的去养花 它养的那个东西人家都看不懂 而且它的这种方式 它一堆歪理 不过我觉得人家这才叫会养花呀 你觉得呢 你是会养花 别人都给你收大拇指 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你养花的方式也可以独一无二 人活着嘛 活给自己看的 植物不也一样吗 因为正常来说呢 老叶子很多 新叶子就长得费劲 出现了营养不良 咱们就需要人为的给它进行 修剪 其实它这个蛮乱的 我看了一下哈 如果说这个 让我搞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它那么乱 我想把这两只给它去掉 懂吗 这一只跟这一只 但是有的话有看不懂 看不习惯 那就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就行了 自己想怎么剪怎么剪 自己想怎么留怎么留 不要在乎外人的眼光 别人无法左右你 别人无法帮你做决定 人生的路要自己走 上个班也好 干个什么也好 老板对你指头花脚 这个人说你这样 那个人说你那样 你养个花你还没有自我 那你养花干什么 养花就是自由 就是与生命共舞 与生命共同成长 你在生活中展示不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让花花去给你展示 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个修剪的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向下涨的枝条是绝对不要的 它向下涨是不要的 它向下涨没有用 你看这个也是 它往下涨的咱们不要 咱能往上涨 这个也往下涨 咱们也不要的 有话说 我给它掰过来 它不就往上涨了吗 那也可以 你看这个也是往下涨的 这个是往下涨的 你看到没 你可以给它掰过来 掰到上面来 它不就往上涨了吗 对吧 往下涨的是没有用 不好看 但有的人可能看着是好看哈 这个完全在于个人 咱们也不是说 我养个花就绝对的是大神 这个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反正要我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是多余的 我就不要了 讲完了 讲完了感觉张牙舞扰的 哎呦拧断了 拧断了也得往这来 你不做不成器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的人就是玩盆景 能站到那边一玩玩一天 它想怎么白弄怎么白弄 想怎么玩怎么玩 这才叫玩盆景 你那是玩给自己看 又不是玩给人家看 讲完之后 要跟那家伙说的一个事 就是很关键了 该施肥了 因为这个种下去 已经有新叶长出来了 说明了已经浮盆了 关于这种 这种施肥呢 有很多的人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用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去借鉴 也可以做个参考 你看我干嘛呢 我找个这种盒 又或者是用个其他东西 那我拿到的肥料呢 是以前的时候老给大家推 现在没怎么推了 因为不少的花油都是在回购 就是这个绿罐的这个 是比较贵啊 这一小瓶 我们卖正常卖40块钱 所以说呢 很多花油嫌贵 我就没有再推 但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什么植物都可以用 它这种缓食肥 我刚才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也在网上 可能买到那种肥肥盒 我的意思就找个这种 不会漏肥料的这个东西 就打个比方说嘛 在这个上面哈 你就摆上去 有很好看的那种摆件 然后浇水的时候往里边浇就行了 这个我发现不太好实现 那我就很简单的 我就给它这个铺面石 给它抛开一下 看到没 我这铺了一层火山岩 我下面用的是泥碳图 我就把这个肥料这样埋进去 当然了 有的话 如果你看得好看 你也可以 怎么说呢 你可以自己想怎么弄 怎么弄 但是别用太多了 过分多的话 也容易烧花 好吧 懂这个事就行了 那这个肥料就给它追一遍 然后呢 打药的时候 如果说新叶子长得着实的多 你看着状态提前有点不好 你就可以喷药 这个湖里面呢 是加了叶狼一号和杀菌药的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我这里面剩了还很多 这个老花姨都有卖 我加叶狼一号的目的呢 是一个爆芽树 能够让它叶子长得更快 加了杀菌药呢 就修两万之后 你要喷清水啊 或者有感染啊 都不太好 可以喷一喷 这个盆景嘛 是可以喷水 不是说不可以喷 但是你别闲着没事 老是拿着自来水喷哈 拿自来水喷 时间长了以后 它有个什么缺点呢 它会长很多的那个水碱 明白我意思吧 花友 还有就是大家养的时候呢 尽可能有条件的话 转一转盆 让它光照接触得更均匀 明白我意思吧 剩下的这个药液呢 我就都给它用掉了 尽量的还是维持不干 你别老浇水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手 很多花友就欠一欠的 但控制不住 天天浇水 那可不行 还可以往根里边灌一点 防止烂根 一个月左右喷一次杀菌药 杀虫药之类的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起到一个预防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养的 这个罗汉松了 你看 就在我上次修剪完之后呢 它又长了很多的新叶子 其实现在这个时期呢 大家一定要盖它什么点呢 罗汉松是喜欢光照的 但是呢 很多的话 我家里边没有光照 所以说这是养不好的 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第二个是呢 就是盆 你像我们那个盆啊 浇水它其实并不怕多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光照一定要好 你没有光照 它就长不好 你没办法抽搏 所以说一定要光照 你看我们这个 还遮阳呢 就是现在冬天 我现在是 都是腊月啊 还不到腊月呢 就是最冷的时候 我们山东 光照很强了 我们也会适当的遮阳 不会让热 强光猛晒 它不怕晒 它不怕热 但是呢 你一定要盖它 光照好的时候 一定要多浇水 给上肥 温度高的时候 一定要浇水施肥 跟上 你跟不上是不行的 没有光照 养不好的玩意了 明白了吗 再一个呢 它怕冷 你像要是在我们山东地区 你室外盆栽的话 就嘎了 它活不过去 肥料该给的给 我们这个是给过肥料的 我给大家看看 扒开以后 这个里面有大量的肥料 看到没 我们给了很多肥料 不光是这边有 这边也有 看到没 我们其实是给了肥的 有时候是肥 你是看不着 不过我们已经给肥料了 也给了肥 也给上水 也给上光照 它有什么不好养的 长了你就修剪 对不对 我们这养的不就很棒吗 罗汉松最好养了 在南方它就绿花袋里边的树 可以拿吗 我觉得够难 觉得不错 记得点要关注 有遇到罗汉松的养护问题 都可以问老花姨 老花姨免费帮你解决 当然了也可以继养 好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转意 白了错不 嗨 嘿嘿 嘿嘿